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糖 发酵粉放入 静置5分钟 现在发酵粉有一些气泡发酵 将面粉倒入 油 盐 先将和好的面条盖保鲜膜 饧发1个小时 好 把面发好 先拿出 拿出后 放点边不用揉 直接擀开 在上面刷上油酥 刷好油酥后 上面再撒上一层薄薄的面 干面 再来一层干面 擀开 再刷一层油酥 再撒一层干面 这里刷油酥 撒一层干面 这样折过来 让它行 十分钟到 这样面就容易擀开了 在干面 擀开了尾部 在感冒后 先抹上一层油酥 好 然后撒上葱花 然后这样翻过来 在这一层刷上油 刷上油之后 再撒葱花 再折火 然后 醒五分钟 现在拿出一个饼 醒好的饼 擀开 擀薄 放入锅中 两面煎至金红色 我们的葱油饼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